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民俗專家翁燦耀翁老師 大家好 以及媒體人汪傑銘 我是Ajuicy Ajuicy 大叔 日韓語 是 另外是精神科醫師鄧惠文 鄧醫師 大家好 以及媒體人許勝梅 大家好 另外是律師馬在前馬律師 大家好 歡迎五位 今天我們邀請到三位男士來吃 因為他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天要說的是老男人的症頭 老男人的症頭 這樣 那 這個 從什麼談起呢 就是 桃園有一位蕭先生跟太太結婚兩年多 可是呢 太太啊 都沒有辦法懷孕 然後這蕭先生啊 就偷偷到醫院去檢查 發現自己得到了無精症 你也是無精症啊 我有兒子 無精症也會受孕啊 受孕的機率低 但是還是有可能懷孕 家裡長知識了 然後呢 為了不讓太太失望 他就隱瞞太太 隱瞞她自己的無精症 兩年後呢 太太果真懷孕了 而且生下來了 那這個蕭先生好開心喔 可是呢 兒子上小學以後 蕭先生啊 一直越看 越覺得 小孩長得跟他一點都不像 然後他就跑去 做DNA的這個比對 發現 兒子確實不是他的種 不得了 然後呢 這個蕭先生啊 就拿著鑑定報告去質問太太 這時候太太呢 才坦誠說 他有繼續跟前男友 這個 這個 繼續 往來 往來 繼續往來 然後蕭先生呢 就對這個 小王提告通姦 並且向對方求償兒子的 8年扶養費 160萬 那法院審理以後呢 判賴先生啊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小王 要付80萬代養費 另外呢 要賠償蕭先生 養成20萬的遮休費 來來來 先請教一下 馬律師 養別人的兒子8年 是花160萬 結果親生爸爸 這我們的氣勢非常不平 他說為什麼只要負擔 80萬代養費 這什麼道理啊 原則上 原則上 我們對於代養費這件事情 其實蠻抽象的 小孩子其實我們知道一個月 可能花不只超過1萬塊 當然 當然還有上學那些 我覺得兩三萬跑不掉 但是在法院 在認定標準上面 大概都是以什麼 標準扣除額 一年的小孩子標準扣除額 大概7萬到10萬 因為有在調整 一年啊 一年大概扣7萬到10萬塊左右 所以你去看8年 你去看8年 這是一種算法 另外一種算法是 現在台灣目前對於小孩子的 扶養費的計算標準是 其實這個小孩子 縱然是爸爸 小孩子生出來 媽媽的種跟別的男人種 但是扶養費是 媽媽也要付一半 所以媽媽在這個家庭裡面 也有負了一半的責任 所以一個小孩子一年 大概台灣的標準大概是 台北的標準是2萬塊 所以媽媽那1萬塊扣掉 所以爸爸白付了1萬塊 所以一年大概是12萬 那乘以8 大概是90幾萬左右 所以這兩個標準在中間算 所以通常法院都是 按照這兩個標準判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法院 判80的基準在哪裡 除以2 對 除以2 大概都是這樣子 所以各位不要認為說 我幫他養小孩養多久 可以要很多很多的錢 甚至你拿單據出來 法院也不會認 因為這種比較 照顧小孩的標準不異 我覺得那不只是帶養費 我覺得那是精神上 很強大的痛苦 那當然啊 因為以為是自己的小孩對不對 拔屎拔尿 然後跟他玩 那種對他的愛心的貫注 愛心是無價的 對 然後一直從頭到尾都覺得 這是他的小孩 對 我們當過爸爸 你知道那8年 他對這小孩的那個心血 突然發到一件事情 不是我的 那種心碎我都可以聽得到 然後他又判賠了20萬的遮休費 再請教馬律師 遮休費是什麼 這個遮休費就是剛剛提到的 精神衛福金 那個痛苦 那個痛苦才20萬 對 那個痛苦 剛剛有兩段 一段是我付的錢 那個我剛剛計算標準 標準扣除了 或是每個月1萬塊乘以多久 這是一個算法 另外一個算法就是 這個是專純的 我支出的這些補養費 另外一個是我的痛苦 那是精神的痛苦 這不叫遮休費 這就是 你講遮休費是民間用語 法律算命是精神衛福金 通常啊 兩個人在養一個小孩 養了8年 如果太太知道是別人的 太知道別人 我認為一定會有感覺到 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因為這個案件 剛好因為吳金正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太太能感覺 你說什麼呢 那先生能感覺到 我的認為啦 小孩子如果今天是 我跟別人生的 他對於先生 一定是隱瞞嘛 隱瞞他的很多的行為 舉止 甚至這段期間 會不會帶給 就是他的外面的小孩看 一定會有想說 爸爸那個 媽媽帶我去看一個叔叔 這8年如果都沒有 未必 因為為什麼 因為老公的吳金正 沒有跟太太說啊 不是 這就是產生 所以他會認為 所以是我老公的小孩 這產生交集 產生交集 這我先提到是 老婆可能在受孕懷胎 那一段期間 除了跟外面的人做以外 也有跟老公做 所以他可能直覺上認為 縱然 我不知道我老公沒有吳金嘛 所以通常我會認為 這可能就是我老公的 對啊 所以他再生下來 他也不會去驗 也不會跑去跟外面的男子說 這兒子是你的 對啊 那為什麼要再去給他看 就是沒有 我是說這個案子都沒有發生 所以我認為 雙方都不知道這個小孩子 到底是 真正是誰生的 那老公也因為 醫生給他的答案是 不是百分之百不曾生 他認為說也許 哪一天他特別強的時候生出來 那他可能就因此認定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認為我的吳金正 是屬於那種 真的叫你比較輕的那種 我會生小孩出來 所以雙方就因此 繼續撫養下去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認為這兩個之間的作差 可能大家都有點空窗期 就是大家不知道 這個小孩子到底是誰生的 但是都直覺認為 這是我生的 如果除非那個男生 除非他的媽媽 在受孕期間 完全沒有跟先生做 只跟外面的人做 不可能啊 因為這樣老公就會發現 對 這樣就會發現 所以我認為基本上 太太也是寧願相信 因為老公如果都沒有做 老公就會知道 那個小孩一定不是他的媽 這個可以請教一下鄧醫師 就是說蕭先生說 他其實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他趁著太太不在家的時候 偷翻太太還沒有洗的內褲 然後又從垃圾桶撿出來 太太用過的護墊 然後去送宴 又發現上面確實有別人的經意 然後他說他在檢驗報告出來之前 結果出來之前 他要承受最愛的這個兒子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這種 內心的掙扎跟恐懼 這很折磨吧 這當然很折磨 可是對任何一個伴侶來講 不管男的女的 如果要去確認另一半 是不是有外遇 那個過程都是這麼折磨嗎 我覺得我們那個折磨應該還好 只是外遇 可是那小孩 這小孩他是跟別人生的 不然你問問翁醫師看 不然跟翁老師 對當然 所以我覺得這個話的意思 就是他在講他的壓力很大 其實那個壓力就是 要去確認另外一半 是不是有跟別人外遇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我很同意 剛剛盛美講 就是說這個女生搞不好 根本就沒有去確認 這個孩子到底是前男友的 還是老公的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是這個女的意識上 可能並沒有覺得他偷藏一個 跟別人生的小孩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其實這個事件就是外遇 這事件就是外遇 然後再加上 盛美剛剛講說 他其實前面 他其實懷疑 他一定有點懷疑 太太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會懷疑他有點外遇 或者怎麼樣 然後自己又知道說 自己生小孩的機率 不是那麼高 這兩個放在一起的時候 才會起恐慌嗎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種案例 也沒有那麼少 真的嗎 因為女人 男人的恐慌是很難確定 小孩是不是他的 因為不是從他肚子裡生出來的 這是男人從古代到現在 都有的恐懼 所以有很多的制度 是為了要讓男人 可以確保女人的徵操嗎 為什麼要確保女人的徵操 因為小孩子不是從男人 肚子裡生出來的 就怕養到別人的小孩 可是女人 女人只知道 小孩一定是自己的一半 可是如果他有多重伴侶的話 他真的很難知道是誰的 他真的很難知道是誰 所以其實這衍生出來的問題是 有一些女性她有外遇 然後她其實懷孕了之後 因為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這一次這個月的 可能受孕期可以有跟不只一個人 有親密關係 所以有些人在擔憂之下 就會選擇墮胎 其實我們還蠻常被諮詢到 這樣子的例子 例如說有婦女她就非常焦慮 她說她懷孕了 本來是一件高興的事 可是她實在沒有辦法確定是誰的 好可怕 所以呢 那現在就是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會很多就會馬上去找婦產科醫師 要事後完嘛 然後 那個沒有辦法 懷孕的時候就確知是誰的嘛 那個至少要到胚胎一定的 而且你要跟老公講說要驗 要抽血或怎麼樣 跟老公說要驗那就慘了 幹嘛驗 我的意思是說 可不可以從裡面抽一點 什麼東西出來驗 抽一點你有比對老公的啊 老公的就像刷牙會有那個啊 或者是頭髮啊 那就是要用這些心機 可是一個女的 如果發現自己懷孕不確定是誰 已經嚇壞了嘛 然後還那麼冷靜去 用頭影剪頭髮 我覺得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說我們有時候會遇到一些這樣的諮詢 就是說 她覺得會引起很大的麻煩 她以後承擔不了 那她也不希望承擔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她就想要墮胎 可是 可是這個女性如果說她已經兩年多 結婚兩年多都沒有懷孕 我不知道她是結婚幾年才懷孕 她的年紀 其實對某些女性而言 她懷孕是一件她覺得很難得的事情 她在那種不想去把這個小孩處理掉的心情之下 有時候會產生一種自我的 有一點點那個意思就是會 會拼命的勸自己說 這個應該是她比較希望的那一個人 賭一下 或是賭一下 對賭一下那怎麼樣以後再說這樣 其實這個事情在社會上不是那麼少見 我覺得我們講的雲淡風輕 其實我覺得那個男的承受太大的折磨 那女的當然我覺得她也承受很大的壓力 但是如果她不知道她就沒有那麼大折磨 我覺得兩個很可能在開始不太心情 我覺得那個女的應該慢慢後來她發現 我兒子在睡覺 不是她同時交往兩個 她有對照比 所以我才說她慢慢的應該會發現 女的應該比男的更早知道 更早會產生懷疑 對對對我們先休息一下 因為她有對照出 你應該是血型不就會知道 不一定 我以前喔 因為我們現在的年紀都是 很多朋友就開始當阿公 然後呢 我一直提醒我自己就是說 如果我當阿公那一天 我千萬不要變成他們 你知道嗎 就每個人拿出來就手機一直炫耀 你一定會啦 你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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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絕對不會變那樣 結果呢 接下來還是變那樣 絕對會 絕對會 對 然後呢 就炫耀 你看我們孫子 可愛你看看 然後我們一定會說 喔真的喔 我很高興 還長得像鴻魚大哥 喔真的 像我 王正銘就是那種很虛偽 他不這樣認為 我們一定要這樣說 你不要這樣 這是社會 不要這樣 然後呢 我就提醒我自己 可是對不起 我現在自己有孫子了 好 哎呦 你就會覺得 每天喔 手機裡面全部都是 孫子的照片 都是他的照片 而且你都會覺得 他比別人的小孩聰明喔 對 學什麼都比別人快喔 對 連這樣子 然後會翻個聲 就覺得很了不起 好 這樣就說 我乖孫起來 我為什麼要講這一段 就是說 這個爸爸曾經經歷過 這樣的階段 對 他小了現在八歲了 他剛生出來的時候 他開心到什麼地步 疼他到什麼地步 他承受的是現在到底 他要不要繼續疼他 他要跟他分開嗎 不是他親生的 真的 翁老師 真的 常常有人來我店裡 看到我兒子 說 哇 你的 老師怎麼會跟你那樣姓 我說 好家才有姓 我連女兒都跟我像得不得了 像個孩子都跟我很像 所以你就安心這樣 是啊 我跟你說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外面 碰到不認識的人 我也會覺得這兩個人很像 像我去台中 有一個人 人家就說 你們兩個人都說什麼 對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很像 不代表 就一定是親生的 是啊 他心裡開始有一點 魔考 因為他會一直安慰自己說 這沒有很像 所以一定 你是百萬塊 我們台灣人經常說 不好意思 我給你賭 不好意思 不會啦 我心在搭 這個坦白講 在四五十年 我們真的發生很多這種事情 因為一大早 譬如說 我在賣菜 早上要去補貨 以前要去中央市場 以前沒有交通工具 就是鐵屋子 鐵屋子就是馬達 整個桃圈 對 然後 那個女的就搭 水果 賣水果的 這個 鐵屋子 就這樣子在旁邊 坐旁邊 就這樣一直去中央市場 日久了 很容易了 懷孕了 但是 孩子就是真的 這個鐵屋子 開鐵屋子 很普遍喔 很普遍 我想要半天 好像是做那個 就會懷孕 鐵屋子沒那麼好用 對 我們台灣人說 腳下跌的 就在心眼裡 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這種情形之下 好奇怪喔 當事人 他的配偶 沒有人對這個事情異議 真的嗎 沒有 他知道嗎 從來沒有爭吵 而且這個小孩子 越大越像對面的人 但是從來沒有人 也沒有人揭挖他 以前人就是這麼中厚 這個是真的事實 從來沒有人這樣 而且也是照著 其實知道說 我們這個孩子 怎麼會跟隔壁那樣生 像出面的 但是人家 就是有 台灣人那種純樸 坦白說 我也有認識人 生了小孩 真的 養在跟老公的家裡 一直都沒事 老婆跟外面生的 對 然後是老公在養 對 就當作是 這個家庭的小孩 那他有把他當成 親生小孩這樣對待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知道 有這樣子的人 幾十年來 可是這對小孩子來說是 很不公平 不公平對不對 一件更悲慘的事情 50年代 對 白色恐怖那時候 很多人 莫名其妙被抓進去 你如果存一個人 那時候出來 根本沒辦法生存 對 要怎麼辦 對一點殘年 要種一點菜 沒辦法 很自然的 會跟其他的男人交往 結果回來的時候 有小孩子 我是幾百年 幾六年 四年 十年 怎麼會有 也是都沒人 也是疼 真的 這種悲劇太多了 不是 有時候也得體諒 體諒太太 因為你是去關嘛 關那麼久嘛 那第一個家裡有家計 第二個太太有時候 也有感情上 或者是生理上的需求 對 我們得要有一點體諒 不是說這樣就對 可是這個是 夫妻 老公一直都在 但是他還跟外面生 這個就比較 情況不太一樣 這個案子我認為這男生 沒有辦法忍受 因為他裡面有個關鍵點 就是他開始懷疑了 但他懷疑第一件事 不是帶小孩去測DNA 他是要 他還不敢去面對 這個事實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開始收他的太太的 這個護墊什麼之類的 然後去驗出來 還有驚異 那表示說他太太是 持續發生中 對 這也是八年多 而且是昨天還在做那個事 是的 所以對這個男生的憤怒 我覺得他 基本上是已經 比如說你是偶然的 你發現你跟別人在一起 有生了小孩 然後生了小孩之後 就斷掉了 那繼續跟我一起來 比如說我是那個先生 一起來撫養這個小孩 然後大家一起浮出心血 那當然也許男生會覺得 或許他心情會好一點點 可是你才發現到 你都已經可能知道 這小孩不是你的 然後你還在跟那個男人 藕斷失戀 不過這很有意思 這從邏輯上來講 就是這位男士 他承受的壓力其實有很多重 因為光是這樣子去翻找 他也不一定知道 現在太太在來往的這個男的 就是生那個兒子的 八年前的那個 那更要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他一定有承受在老婆 可能有外遇的痛苦之下 然後他不知道是誰 你就說他有隱約發現 你從邏輯來講 他現在開始去翻找 就算他老婆現在有跟別的男人 有性交 也不一定是之前生那個兒子 八年前的那一個 同意 所以他第一重 他一定有感覺到 老婆怪怪的或是怎樣 這就是一個壓力 再來是他開始把事情連起來之後 他去懷疑這個小孩 例如長相 例如前因後果 時間種種 然後再來是 有果了然後一直去推陰 一直去推陰 包括剛剛說長得不像 包括說他自己對他身體的疑慮 種種的 然後再來一個很 我覺得很痛苦的是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父親 他跟八歲的小孩 那個情感 我想他是很愛這個小孩 那很愛這個小孩之後 他現在面對這些東西之後 就像剛剛說 他要採取什麼行動 他內心會有一個很大的掙扎 就是我如果去把真相找出來的 會不會其實我是 就像剛剛汪老師講的 我是那個要戳破一切 然後要把這一切揭穿 然後傷害這個家庭的人 他其實有一些比較 好期待他不是 他不要 他其實是假的 所以當他在收證這個事情 他不是 他並不能夠說全然覺得說 我就是做一件我該做的事 他內心要承受很多的掙扎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說 我裝傻的話 可能大家就好好的沒事過 可是我如果把這個事情翻出來 萬一真的證據被我拉出來之後 是不是也會傷害這個小孩子 然後這個家庭要怎麼辦 所以有一些人 其實婚姻裡面的擺態非常多 我們在做婚姻之上的時候 有時候聽到的故事 真的是比電影還要離奇的 可是人跟人在一起 有時候重要的就是 那幾個人之間的感情 所以我其實同意剛翁老師 舉的雖然是古代的例子 可是那種如果現在 大家要在一起生活的那個意念 跟那個互相依存的需求很強的時候 這些事情其實 它都會有辦法被化解 不是絕對的 例如說也有 當然很少數也有女人 養老公在外面生的小孩 那那個狀態不是說 你該養不該養 而是說你們夫妻之間 能不能去消化這件事情 我有舉個例子 換一個橋段 假設他去驗出來 當時他沒有發現 他老婆現在有外遇 驗出來不是他的小孩 老婆跟他坦誠 我在那個時候被人家強姦 假設他是這樣子去淡化這件事情 然後我從此以後就沒有 我從來沒有跟別人的男人在一起 而且我那時候被強姦 我並不想告訴你 怕壞了我們感情 而且已經過了追溯期了 所以又不能告 就老公的立場來講 我如果今天跟你八年 我們持續有在 發生親密關係 就代表我的無精真的是 機率非常低的 那如果我真的想要小孩 我們兩個一起去外面 領養一個 跟現在你被別人強姦 生下來有一半你的血緣 其實就南方的立場來講的話 更何況我已經跟他 八年的感情 我相信他會慢慢去消化 去淡化這個東西 如何繼續讓這個家庭走下去 但是就像剛剛這個主持人說的 他如果這個時候還在欺騙他 他已經是不信任這個人了 完全不信任 這是不可能走回去 這是兩個人時間的問題 這是兩個男人要消化 因為他又去翻垃圾桶 因為他又去翻垃圾桶 又找他的護墊 然後又有精益 然後太太就說我昨天沒講 是啊 這個事情是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說每次外遇發生的時候 男生是苦足的話 他最在意什麼呢 他的配友 他的太太 跟對方男人在做愛的時候 那一種情景 他全部的腦海中 都是在想像 女孩子如果男人外遇的時候 他都會想說 這個男人到底還愛不愛我 男女的出發點都不一樣 等一下 再講一次 你說 女孩子假如自己的老公外遇 男的會一直想著 太太跟別人的 做愛的那一種情況 對 那一種情況 女孩子如果自己的老公 在那邊有小三 他自己最終的 在腦海中一直打鼓 老公還愛不愛我 他到底還愛不愛我 是不是 對 所以說這個案子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是 你叫鄧醫師知道 是因為他是心理醫師 江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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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繼續說 這個男人 等一下 先進化 江心比心 有兩位女士問就知道 對 到底是抽象思考 具體的 好 來 不好意思 翁老師給你打斷 所以這個男人 對這個小孩子 這個愛收不回來了 我不在乎這個事情了 我只是在乎 你跟外面的男人 做那些事情 那個是你我難堪 無法忍受 這樣子孩子無辜 真的 鄧醫師剛剛廣告時間 講了一個點 就是說這個男生 就是他現在的年紀 會覺得可能 對這個小孩比較難割捨 因為他第一個 他未來比較不可能 有再有小孩 因為我看過的類似例子是 如果他是有 這樣生育的問題 其實他覺得 他就是不會有小孩 他沒有小孩了 可是他這一輩子 又當過爸爸 經驗 其實他不會再有 他不會再有別的機會了 可是他又知道 他當爸爸的那一種 有小孩的感覺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那種心態上面 他沒有辦法去 再拋掉這個事情 所以真的他想要的 應該是老婆的外遇 跟背叛的這個事情 是不是能用什麼方法 給他一個公道 或者說有時候公道很重要 公道其實代表著一種 他自己有辦法站在那裡 重新再放下 對 再站起來 為什麼說外遇之後 有時候很多人 他一定要告 一定要走法律途徑 或一定要兩個人之間 有一個什麼樣子的責任的歸屬 因為有了這個基礎之後 他才可以站起來 他才可以修復 我們今天說的是 男朋友的證討 其實一個是無經症 無經症到底要不要跟老婆說 這會不會是一個面子的問題 如果是傑敏你會不會講 如果一直很渴望有小孩的話 這個事情當然一定要解決 可是你就無經啊 剛才不是說那是活動力變差嗎 那現在其實事館部分 是可以解決這個部分的問題 但是因為我希望有小孩 我也知道這個事情 趁著我年輕趕快把這事情處理完 因為它是分兩種形態 一種形態是 夫妻是不是還可以做那個事情 可以 那如果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精子的問題 那就是用 我們不要講到那件事 我們講親密關係 對 親密關係 對 夫妻 對 親密關係 如果親密關係 在一起男的愛女的 女的愛男的 這種感情就是夫妻感情啊 完美 但是問題就在這邊 我沒有辦法生 所以我就會跟另外一班生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麻煩一下 我們就去一下醫院 那趕快把這事情處理完 這不會影響的 但是如果不說 一直拖時間 焦慮不斷的增加 其實不要說男的焦慮 女的如果想生小孩 他也有焦慮啊 然後他也可能自己跑去檢查 發現到 我是健康的 我覺得你是一個有自信的人 這個蕭先生他就不願意啊 吳先生為什麼不想跟老婆說 會不會覺得 讓老婆知道以後 對他雄風有影響 不是 因為醫生有跟他暗示啊 有跟他講說 也不會完全就沒有小孩子 對啊 無謀一次啊 對啊 為什麼不敢跟太太 為什麼不敢跟太太講 這個吳京鎮三個字 晴天霹靂呢 真的耶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好 打擊很大 而且我會一直選擇不相信 我會選擇那個自癒率低的那塊 就好像我們得癌症 有些偏方 我一次相信他有一次一樣 所以我在整個 整個懷孕的過程當中 我可能會 除非到了我已經 我太太已經快不能生了 我必須有一點跟他坦白 因為你都不能生了 我的吳京鎮 我們趕快去找醫生吧 不然在前半段初期 他通常會選擇 自己還能夠生的方式 去跟太太做相處 因為還沒到結尾 還沒到最後的這個階段 那當然像傑明有些提到說 我願意 我很早就坦誠不公 那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男人是想要撐到最後 才要講這個事情 去譬如說太太已經快不能生了 不過講一下 吳京鎮不是說完全沒有精子 活動力比較弱 活動力弱 可是你知道現在的狀況 這個問題在媒體上面 早就已經被 我認為是他個人的問題 他是不是內心有某種程度 他是比較 就是比較 那麼不願意去說什麼事情 或者他太太太美了 他不願意 他沒有辦法掌控他太太 一般現在在新竹 新竹現在那個最紅的意願 就是那個做試管的 那幾乎每個 對啊 就是試管銀河是最多 就是我們說真的 就是人工受益 這事情在新竹那是很多 所以在新竹常常發現到 兩個年輕夫妻 後面帶三個小孩 三個小孩長一樣 做出來的 三個小孩長不一樣 做出來的 三個小孩長不太一樣 就是用藝卵嘛 就是一次做 就發現做太多出來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事情 在現在的社會裡面 它不是一件很難啟齒的 但是他做這個事情 表示他內心 你沒遇到啦 你也在那裡 你幫幫幫忙 好啦 我是沒遇到 不過我覺得這個其實 醫學上有一些考量 就是說 吳金正他其實程度嘛 就是說各位男士 如果去檢查精蟲的活動性的話 醫生會告訴你分等級嘛 就是各種等級的 有百分之幾百分之幾 那如果說 全部都很不活動的話 或者說幾乎 就是可 比較容易活動受孕的那個比率 很不足的話 其實就在吳金正的範圍裡面 他當然是有輕重程度 可是我覺得其實我們可以想一想 跟另外一半坦承 或讓夫妻之間知道 其中一個人有不孕的問題的時候 夫妻關係會有什麼考驗 例如這個先生如果告訴太太的話 如果太太知道 如果一個太太知道 他的先生很不孕的話 或者說當男生知道 他的太太很不容易受孕的話 我們不能 我們不要忽略一件事 其實有很多女的 可能也有受孕的問題 他也是很不容易受孕 是不是都有跟老公講呢 應該沒有 很多也沒有 未必有 除非是絕對不可能 受孕的情況 可是女生那種 絕對不可能的機率又更小了 因為現在醫學 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只要你有子宮 有卵巢 卵巢可以取得到卵 那男性的這個精蟲活動性 像剛才傑明說 他其實如果活動力差的話 用飾管或什麼的話 就輔助 他不用自己游動 可是如果連真的差到 連把你放在一起 都不行的話 還要做卵子的切開 或者什麼 其實那個是 不是一般人他有辦法去 承擔的 其實夫妻一段時間沒有生小孩 不要說 什麼叫一段時間沒有生小孩 就是結婚以後 一段時間沒有生小孩 也沒有避孕的話 雙方光是說 你的問題還是我的問題 結果吵架吵半天 沒有啦 我們兩個去去 沒有啦 兩個去看醫生就好 不對有些人都不願意去 有些人打死不去 你叫說都是你的問題 我說我哪有問題 老公打死都不去醫院 你覺得 這個事情能夠解決嗎 很多很多 有些 有些 有些女生不能 女生也不去醫院 你又不能把手套靠著去 這個問題就留在他們自己去解決 光是踏到醫院那一步 很多家庭就鬧革命 真的嗎 這個心結很深很深喔 你說為什麼我們會說 如果夫妻之間其中有一個人 有重大疾病是可以肅情離婚的 因為其實我們基本上是認定說 兩個人一起生活 其中一個人生理上面重大的事情 是會影響到另外一個人的 例如像生小孩 這是人家認為是一種權益 所以如果說夫妻之間其中一個人 他其實不孕 他心裡面能不能克服說 從事我跟你在一起 我就是有虧欠你一件事 那這個很難承認嘛 這很難去想 因為他自己有這樣的問題 他自己已經覺得自己很可憐 他已經有疾病了 然後他還要去承擔說 以後在相處當中 大事小事 其實我就是有欠你一件事 那這個東西 男人真的願意去面對的比較少 可是女性 有大量的女性 在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例如說 大部分女性在發生自己 可能有不孕的時候 不孕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那我老公會有理由可以外遇 或者說 A little bit same 或者是說 他現在沒有外遇 可是以後如果他外遇的話 我會矮人一結 我以前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個學長 他的親戚 就是說他的 他的 應該說是 不是親妹妹 但是就是表妹或什麼 就是親戚的妹妹 他發生一個事情 他就是 跟人家有婦之夫在一起 然後他懷孕了 然後一般都會覺得說事情很大對不對 女孩子也覺得說很糟糕 可是你知道嗎 對方的太太二話不說 就帶著先生來家裡 跟他們講說 是我虧欠 因為我不能生小孩 所以那 你不要擔心 受怕動了太起 那 我們會趕快辦好離婚 然後 辦好離婚 我們會趕快辦好離婚 你們就好 然後 我那時候很 很 很驚嚇說人世間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那時候應該才十幾歲 還沒有二十歲 對一個年輕的女孩子來想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沒有小孩 你就要讓步到這樣嗎 雖然說 第三者是認識的人 可是你就會覺得 我們不能理解 甚至連那個 當第三者的那個女孩子 自己也很驚嚇說 對方為什麼會讓步到這樣 所以 但是我現在 年紀到了這個年紀 剛剛一開始跟盛美說 我們兩個中年 十幾歲現在已經二十幾歲了 現在回頭來看 你真的很會理解 如果你對於你的另外一半 生而育你的事情 你有那樣子的一個心結的話 你在很多夫妻的事情上 都沒有辦法伸張 這是為什麼很多人 他會拼了命就算去治療 他可能也不會跟另外一半講 哇 那你剛剛講的例子就是 就是太太不會生 所以老公又找那個嗎 這樣 可是我覺得老公也不是因為 太太不會生就有意的去找 反正外遇就是外遇就是發生嘛 有很多老婆生一拖 她還是外遇嘛 所以你說因為老婆不會生 或者因為老公 很久沒讓她懷孕才去找 這個都沒有辦法講 那麼清楚 可是我覺得我們必須 正視一件事情 就是說很多人還是想要小孩 如果另一半 不能讓她有小孩 裡面會有很多怨對 我等一下再廣告時間回來 我再講一種情況 一種是夫妻感情不好 然後不頻繁的做那件事 造成她錯過生育年齡的 這種怨對有很多 好這個等一下我們再談 我覺得剛剛鄧醫師講得很好 就是說當發現你是不孕 或者是比較沒有辦法孕的時候 你在婚姻裡面會癌一節 會感覺癌一節 會感覺癌一節 其實實務上談判抽碼可能比較少一點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也變成對方比較有外遇的一個結果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去討論先休息一下 好來 那麼剛剛鄧醫師說還要再補充 我說剛剛講的那個是功能上其實有狀況 其實我們還看過很多 例如夫妻感情不好 夫妻感情不好 可能性行為方面就沒有辦法那麼正常 沒有辦法那麼頻繁 比方說有的是太太不願意 太太跟先生有吵架 會覺得先生的生活方式他不滿意 然後太太就覺得說 你就只想找我做那件事 太太就拒絕 常常頭痛啊 常常不舒服的拒絕 然後這樣造成很多年沒有小孩之後 有的太太心裡面也很有疙瘩 例如我看過的例子是 他覺得不止一個 他覺得說 你為什麼都不改變相處的方式 造成我們關係不好 以至於害我錯過生小孩的年紀 現在年紀越來越大 超過35、36、36、38 越來越不容易生 所以這樣子的怨對 吵起來到後來 變成是吵說 你害我沒有小孩 這個就是我想講的重點就是說 其實 沒小孩或是害我沒有後代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人世間有幾種詛咒 咒人家沒有後代 是一件很大的事對不對 什麼 絕子絕孫 所以你想想看兩個人做夫妻 然後夫妻之間有很多恩恩怨怨 然後假設有一個人認定 心結打不開 說是你害我沒後代 那個心結有多大 那個不能純粹以什麼不孕什麼 那個心裡面的陰影很大 它再加上長輩的東西 有道理 我遇到過有的案子是 大家對於生兒育女這件事情 我們感覺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傳宗接代嘛 但是這件事情 在夫妻之間產生了化學變化 到底多強 有些我遇到過頂客族 兩個都一生 百名就不生了 可是他的爸媽還會勸他 勸女方一句話 你們現在頂客 等到你50歲60歲的時候 你老公萬一真的想要小孩的時候 如何如何巴拉巴拉 你看連這種話 你們現在我們都談好了 就是說女生你老了 你老公又要有小孩 他還有能力 你沒能力了 那個時候你看光是夫妻 我們已經談好了 我們兩個結婚 就說我們就不要生小孩 乖乖乖乖乖快到40歲 40幾歲 快到了拉警報的時候 女方的媽媽還是在勸 就是說你是不是再考慮一下 我們過來人了 高一的西尊 萬一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件事情生兒育女 縱然大家都先講好了 後面還會產生變化 到後面變化的時候 可能就是因為已經晚節不復 就是已經不能生了 將來感情一生變 就作為一個攻擊對方的藉口 或者是將來肅請離婚 你就不會生啊 什麼有什麼重大疾病 是個樣子情有趣 馬律師請教你 所以這個蕭先生隱瞞 無經症這個事情 可以是太太肅請離婚的理由嗎 其實對於這種夫妻有一方有 重大或不治的疾病 可以肅請離婚 通常我們在解釋這個重大不治的疾病 還要考慮到這個不治的疾病 在夫妻之間的重要性如何 有些人殘障 結婚以後被車子 車禍撞了斷腳腿 那個已經沒有辦法接起來了 那他可以讓肅請離婚嗎 通常我們把關還是會看 這個的不治或難治的疾病 在夫妻之間的影響程度 就要剛剛提到 如果是無經症 夫妻如果談好 假設我能證明啊 當時我們結婚就是不要生小孩了 你看所有親朋好友都知道 大家當頂客族 那你不可以因為 可能五六年七八年十年以後 這件事情相應無事以後 你得住我 你隱瞞了你無經症這件事情 我要來告你離婚 為什麼你讓我很痛苦 這件事情讓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人家我會反過來證明說 大家說好沒要生小孩啊 這個跟無經症 跟代保險套不是一樣嗎 就是理論上面我們認為 這個跟重大疾病 跟他的夫妻之間 決裂的關係是沒有不存在的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方式去解釋的話 我們才能知道說 這個無經症的隱瞞 到底在夫妻關係之間 有沒有產生重大的破綻 好 那我們今天三位來賓 大概都沒有所謂 男性來賓 大概都沒有所謂無經症的問題 但是可能都有社戶線方面的問題 真的嗎 你們有嗎 我們今天主題叫老男人的淨討 對 我們找來賓是開玩笑都很用心的 要有代表性才可以上節目 你們真的是聽到水龍頭的聲音就會去尿尿嗎 這個就要問傑敏跟翁老師 對 大家都有切身之痛 這個攝護線 其實它人家出發點是好 因為它怕女性的黏液 它的應該是酸性的 它要把它中和一下 所以攝護線它是會昏迷稍微是鹼性的 讓X跟Y它能夠順利的通過 它出發點是好的 想不到年紀一大的時候 慢慢的它自己回大了 回大你一個水管 本來好好在地上有水在走 你腳把它踩看看 水不過去 有時候 你把它中間一按下去 它分叉小便分叉 然後頻尿 頻尿為什麼 因為膀胱本身它的容量縮小 膀胱在我們中醫裡面 十三經絡裡面 它是屬於太陽膀胱精 可見身體所有的能量 都是在膀胱 因為熱脹冷縮 所以膀胱縮小 然後一點點尿液它就說 我想要放流 我又要放流 原因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攝護線它的總大 是因為長期的一直緊流 不想去 然後他就回答 我們錄影的來賓 有些人啊 中途一定要跑去上廁所 你知道是誰嗎 胡果豆 你什麼 大家都看著你 這我們不方便講 有些人他可能憋很久了 其實喔 你們三個那間 我說我好了 我會感受 真的 第一個我覺得年紀到這個階段 第一個我曾經在這個廁所的時候 跟旁邊的我們的攝影師說 我好羨慕你 他說怎麼了 我說齁 你剛才尿的聲音 我就覺得很羨慕你 聽得很爽快 因為我覺得那種尿的聲音 就如同發生了一場大火消防對來 輸出去了 像我哪個攝影 不是說孩子 孩子撞到了 大火的 對啊 這個溪啊 我們正在河這一邊 還能攝到那一邊 對 雙人 因為我們在老人 都在那裡頭 然後那個 那個年輕人攝影師問我說 真的喔 啊你咧 我只想到經濟部水利署說 我們要節約水源 然後就有一個水龍頭 一滴水 那個畫面 這個我講真的 我最近才有 而且時間也有差喔 他很可能只要30秒 對 我們可能要佔一分半重 沒錯 類似這樣 我跟你講最近我才發現我臨機大了 就是因為攝護線的問題 你終於不驚了 今年 今年才發現 以前我很簡單 以前我可以半天 半天不上廁所 半天是六小時耶 對我可以四個小時以上不上廁所 你怎麼那麼短 我跟他說八小時 他是生病 就那一下子沒關係 然後呢 醫生 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說 年紀大都會這樣 我說我這樣子很年紀大 他說你不能夠去抗拒 因為攝護線 它是自己會去變 自己慢慢會肥大 他說你必須要去好好保養 他跟我講說你也不用擔心 這是長瘦病 長瘦病 為什麼 因為攝護線 除非是攝護線癌 不然的話呢 你要好好保養它 因為好好保養它 就是不醃不酒正常 正常吃 然後睡得好 反正讓你免疫系統變很好 這樣子 那這樣子活著有什麼意思 不醃不酒 什麼都不能幹 他意思就是說 你要好好保養你自己 因為你身上有的攝護線 有啊 你會活到120歲 對 但是虛度一生 他的意思是說 你身上 你身上的這個攝護線呢 有一個警報 所以呢 當你身體 你操纏你身體的時候 他馬上就發出警報來 讓你 就是痛不欲生的小便 那你想什麼東西 就讓你痛不欲生 每天要用的 就像我們牙痛不是病 痛起來要人命 當你發現你兩個小時 就要跑一趟廁所 而且上得非常痛苦的時候 你就會乖乖的回去 好好睡個覺 不抽菸 不喝酒 不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原來他長瘦病的定義是這樣 所以因此我來比較寬慰一點點 現在好好在保養自己 對 那你上廁所跟以前年輕的時候差多少 有差 我就是前一陣子有稍微 有一點點發病 醫生說你怎麼這樣 就上廁所比較痛苦 然後第一次喔 第一次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的年齡怎麼可能 我這種事情 醫生說差不多了 都是這個時候來報到 這時候才發現原來很多人 你是什麼年齡 五十啊 五十歲 五十歲以上就會 兩個就一個 對 五十歲 我去他發現說 原來我要保養了 所以他就開一些什麼 南瓜籽啊 反正類似這個 我就開始乖乖的就吃 告訴自己說 不要再省牆了 要再省牆了 所以上廁所 都不能跟年輕人比 我是從今年 我才真的體驗到說 我真的這麼 已經變成中年大叔 我今年才覺得我是中年大叔 後來我坐高鐵啊 我上廁所都去 站在老虎仔屁 我 等一下 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 我是今年才覺得我 我是很經典 我真的 好啊 我是今年才不覺得 我是中年的 不是社會 好 其實我們 這個節目的氣勢也很用心 在做節目之前 都有跟來賓先 聊過 聊過 那汪潔民其實在腳本裡面 講得很淒慘 我不曉得他都不會 敢不敢講出來 有怎麼淒慘 看一下 好淒慘啊 有 你如果不講 我等一下用念出來 其實我太太每天 早上都會提醒我 要吃那個 剛剛說那個什麼籽油 南瓜子 你根本沒在吃 不然你連南瓜子都講不出來 這是記憶體的問題 中年男人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名字越來越容易難記 對 有一次我去上個節目 然後看那個腳本 我差點瘋掉 因為又是地名 又是人民 啊那個人在哪個 地名又做了事情 然後人民又一大堆 我想說這個腳本怎麼做 我連一個名字都很難了 那第二個最大的問題 你後來有沒有去上 後來他有技巧性的就是 沒有叫我背那麼多名字 就是講大綱啊 那節目就這樣做啊 對啊 就這樣混過去了 他還是對我很客氣 因為國門口才好吧 你不知道 我從林口坐車 上那個電視台 總共大概花了半個小時 那半個小時 全部都在背那個腳本 真的啊 林口只有一個電視台 對從林口到台北 從林口到台北 坐計程車 就在背了半個小時 那天正好坐計程車 如果自己開車沒有辦法背 然後背的多痛苦 然後我快到那個電視台的時候 我就跟 其實說 我跟你講喔 那個名字我就少背 我就把那個故事講一下 他說OK啦 沒問題啊 金兵哥我們相信你 就那次完之後就沒有人再找我 不是啦 開玩笑 開玩笑 這有階段性的 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你覺得不會認為說 那麼早就會到自己身上來 我指的是 就是這種 攝護腺 攝護腺的問題 他的狀況一定是開始說 你尿不完 就是你 因為以前我們都有個時間嘛 差不多時間到了 好就算可以收工走人嘛 就發現到時間到了 收工了 他不走人 就會讓你的整個 回到家的時候 你的褲子就是有很濃的燒味 然後 對 你好慘喔 那一開始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通常這個都差不多 75到80歲 一開始你不會相信 這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我跟你講真的 因為以前我會照顧阿公阿嬤 對 那個都是那個年紀的時候 對 你就進去說 怎麼房間有這種味道這麼嚴重 所以後來我帶來 其實你已經快到了 對 我其實是50歲的身體 但是50的年紀 但是70歲的身體 然後我帶來就覺得 因為他就 因為是親密的愛人嘛 所以他就會感受到 他就一直逼我吃 南瓜豬油 對 而且強迫一定要吃喔 那後來我才發現到 對 這個攝護型的問題 可能真的越嚴重 所以你知道我現在上廁所 到豪神以下 手機拿出來 然後姿勢擺好 開始滑手機 你就不要管時間了 對嘛 反正就天章地久嘛 時間比較好過 對 拖嘛 對 所以不如我旁邊有多少年輕人 來來回回 這個時間對我來說 時間是禁止的 我跟你講喔 汪傑銘的手機你最好不要拿 欸拜託 那個 不是 這個一定要 傑銘我剛剛沒有跟你握手 一定要跟著 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是哪一手拿手機 不是 不是 他的動作是這樣 一定要講 前面不是一個平台嗎 所以你就會 那個弄完之後 你就把手機拿過來 就開始 靠在上面 要稍微靠近 開始滑嘛 對嘛 他們一邊滑是背腳本啊 就開始背腳本 然後等到他實際 因為你不能 一定要到他完全結束 不要抽身而捨 繼續下去 太痛苦了 所以一定要到那個感覺 全部結束完畢 大概時間會有一點啊 不過應該還好 那當然偶爾說狀況好的時候 是一次完成 就好說今天很好 讚耶讚耶 就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出來的時候 一定會按那個洗手乳 把手洗乾淨 然後用紙擦乾淨 你把手機也洗一邊 你說洗手機嗎 你說洗手機嗎 我都把一邊洗手機 等你洗完又要尿了 倒還好 你看我 其實我坦白講 節目來 我進來這個節目之前 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先上個廁所 因為那時候有 有一點想到的感覺 可是你看我現在坐這邊 還很穩 可是 忘了你 忘了你講完之後 我很震驚耶 我也是耶 因為上個禮拜啊 我跟老公 還有小孩一起出去 然後老公就說 進去男廁上廁所 然後我從女廁出來的時候 從那個鏡子 引到他在滑手機 然後出來我就罵他說 你上個廁所 也要滑手機幹嘛 難道 對啊就是這樣子啊 很正經耶 也有這個健康啊 所以你要買南瓜子油給他吃 對啊 這很重要 就是你很正常的就是 你也知道你不要急 因為這是急不得 急不得 而且你急的時候 反而就你 就身體會有那個味道 所以你最好的方式就是 就是滑 因為你很討厭 你太太說了一句話說 進了房間都是尿沙味 你會覺得男人這樣是 這是什麼世界 好歹我們也曾經 灰震死胖 不是有全身紫尿褲嗎 真的喔 還沒到那個時候 變很多 你就感覺到 我們是凡人 我們就是以前的勇猛 就是讓年輕人繼續下去 就看到我兒子 就是聽到他的洗手間 很強的時候 就會告訴自己這件事情 我以前二十幾歲的時候 也跟我兒子一樣 對不對 那個事情對 那個很久這個事情 對那個事情有沒有影響 是你剛剛自己說不要講那個的 現在你有講那個 你要很久這個事情 對 親密關係 這是兩種 那是兩種不同的功能 沒有 就不能夠自己講 他臉弄了 我頭頭頭頭頭 怎麼啦 應該還好還好 反而醫生說 醫生說還要鼓勵 常常做 因為讓 現在有兩派 有兩派 有兩派 一個說比較多的 一個禮拜至少要一次 這樣子才不會阻射 不會阻射 另外一派 中醫的說法說不行 經濟神很重要 對 認為精合不住 對不對 你整個腎臟 因為大便跟小便 都是腎管的 中醫的腎 像一對呼吸就這樣子 先生有這種毛病 半夜起來 三四次 一起來 因為他不是獨立筒的床墊 太太就一定會醒來 醒來 他尿很久 好不容易擠出來了 滴滴答答 滴滴答答 有時候還會回流 會回流 因為前面末端的地方 他也會黏住 然後他會回流 然後整個內褲都失掉 然後好不容易完了 回來的時候 開始又呼呼大睡了 呼呼叫 太太又沒辦法睡 那就分房睡啊 對啦 因為家裡小沒辦法 然後因為這個男人 到現在 就四個字 屁股尿流 屁 一 弄不 沒辦法寒掉 有時候兩個夫妻在看電視 先生 噗一聲 然後他還說 好噁心喔 你就噗一聲 然後我就說 你 真的有滲出來嗎 還沒 有時候 噗一聲 也跟著出來 那就會在沙發上 對 不會有內力褲啦 他會流血 打阿箭的時候 岩屎會跑出來 對 會變愛哭 磅肥鹹閃 磅肥磅肥磅肥 為什麼 因為尿蛋白跑出來了 混濁的東西也跑出來 所以磅肥磅肥 袋就是三連水一個袋子 皮袋的袋 然後他太太就說 阿伯 你如果磅肥 你跑去陽台 你不要在這裡 然後他就真的下次 好像趕到一順燙燙來 一順燙燙來 一順燙燙來 他就跑你知道 結果 要跑到陽台中間 又噗了一聲 你不會跑快一點是不是 好啦 再下次 又要排戲的時候 好不容易 跑到陽台的 就在那裡噗噗噗噗 全部出來 因為剛剛吃豆類的 連續生 因為這個屁有分兩種 一種是乾的 一種濕的 濕的就說會有那個遮在 乾的噗噗噗噗 然後他在那裡陽台 已經噗好了 要回來 他太太又罵了 你現在整個褲子都是屁 你在那裡先擠出來 再進來 每次呼吸為了這個 一直吵一直鬧 因為還沒有化 還沒有化掉 結果人家就進來 四位味道又辦進來 而且內褲 不關系中間都是一條黃的 沒辦法 人家 那為什麼一定要穿白色 就是啊 為什麼不用穿網工大陸褲 那就不會了對不對 就這個父親 為了這個一直在正常 你剛剛講那三句還押韻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太好笑了 好 那余天余大哥啊 他攝護線矮是第三期開刀 然後他自我解嘲 他說他現在很沒用 然後他說 所以太太李亞平非常放心 那攝護線開刀之後 這一個都沒用 不過說 余天大哥也七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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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根據密尿科醫師的說法說 攝護線矮開刀啊 兩大後遺症就是 一個是漏尿 一個是不舉 然後尿濕的比例大概是15到25% 揚尾的比例大概高達25到75% 所以不全然嘛 只是比例高 所以男人啊 普遍都不敢別人講自己有 攝護線的問題這樣 你們女人知道這種我們男人的苦嗎 我只知道年紀到了 應該就有攝護線問題 但是剛剛各位講的實在太仔細了 所以讓我們做太太的 心裡的確會有障礙 我來講一下 就說像我先生比我大三歲 所以也就是也是到這個年紀 那以前 先生是幾年次啊 我現在51年次 那過去呢 那就小我一歲 也是到了中年大叔的 我不怕人家笑 但是過去是這樣 就是像我們女生 年輕就會有頻尿的問題 包括因為我們要生產啊 我們生理構造問題 所以我們通常過去 出國的時候都是 我一直頻繁要去上洗手間 然後他們就要在外面等 會不耐煩之類 所以你們一直去上廁所 那反正也習慣 但是這幾年我的確發現 每一次我說我要去洗手間的時候 他衝得比我還快 那我也不了解為什麼要小跑步衝進去 然後我通常從洗手間出來的時候 我說在國外 他就會很晚才出來 那我就以為說他只是在裡面洗洗手 什麼 因為這個細節我從來沒有去 你為了關心老公應該跟進去 或者用鏡子照過來 從來不知道是這樣的狀況 但後來我發現越來越嚴重的是 我剛剛那句真的不是開玩笑 就是因為我先生喜歡 我先生是美食家 就是他很會自己煮東西 光是在廚房裡面 那個水龍頭一打開 他基本上要趕快衝去廁所 蛤 為什麼 因為聽到水龍頭的那個水聲 就會想上 就想尿尿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 會吧 不只啦 然後洗手他也會 對啊 洗手他也會 是嗎 其實還沒那麼嚴重 這真的 程度不一樣 每個程度都不一樣 聽到水龍頭的聲音就會有 對就會去 然後你們說滴滴答答也會 就出來之後會有這個狀況 但是我只想分享 我們做太太怎麼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 第一當然我們也會有心理障礙 會覺得 果然感覺不是以前的少年夫妻了 會覺得 這個男人呢 他現在也不算是我老公那種關係 那變成什麼 就有點姐妹了 其實說我憑尿 你也憑尿 我弱 你也弱 感覺就有點是老來辦 所以我 我不會去學校說他常常去洗手間 因為我本來就憑尿 同是天涯淪落的那種感 我認為是 但是呢我覺得有一個重點是 千萬不要嘲笑男人在這方面的問題 是因為呢 我有一個也是姐妹濤的故事是 我這個姐妹濤 我們年紀都差不多 都五十幾了 然後老公也六十 他就是攝護腺癌開刀 那 據我知道好像 蠻多的男性 他開完刀之後 其實育後狀況不錯的 也看不出來 但我們並不知道他生活上有什麼影響 那早期他開完刀 看起來都OK 那他的老公又是事業有成的老闆 那過去就很滑心 那我這個姐妹她就覺得 攝護腺癌這個生病期間 我都這麼照顧你 而且沒問題 你在外面應該就不會再花花草草 即使他以前喜歡去上酒家什麼的 好 都六十幾了 突然有一天呢 我這個朋友 我這個姐妹濤的朋友一天 接到電話 說呢 是這個老闆外面的小三 這個故事很老濤 親門踏乎就打來這裡 那小三怎麼可能 我先生身體狀況又沒有很好 沒有啊 他很勇啊 他什麼講一堆 結果呢 我這個朋友當然氣不過嘛 他就問他先生 他先生就說 對啦 我在外面交了這個紅粉知己 在商場上認識的一個女公關 那你交就交 那女的還說他懷孕了怎麼可能 真的耶 他懷孕了 我現在是這樣想啊 就給他一棟房子什麼 你瘋了嗎 他怎麼可能懷孕 你不是開過刀了嗎 醫生也沒有說開過刀不行啊 我很好的 這個男人顯然還在活在那種 那種幻想當我不知道 我只是沒跟你做而已 的確都沒有在做了 他們就沒有夫妻知識了 一直都沒有 因為大家這樣想 這男人最弱的時候 我這姐妹他去照顧他 你們知道男人開完這個刀 把屎把尿都是這個太太 我必須講就是說 這個夫妻之間真的沒有辦法 再有夫妻知識不能怪我們 我們會覺得 我也沒辦法跟你怎樣了 你真的也沒辦法跟我走 因為你在醫院插著尿管的時候 都是我在照顧的是不是 那現在的狀況是 那外面小孫子說懷了孕 讓他給他這個房子 鬧到不可開交 後來是我的朋友請了律師 去打了官司才發現 各位他根本沒有懷孕好不好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騙局 他就是來騙這個錢的 但是有用 因為這個老闆覺得 他的春天又回來了 我才六十幾是不是 我又沒有很老 而且我還讓他懷孕 而且這女的說 我跟你講啊 我以前因為那個女的 有離過婚嗎 他說我以前跟我老公 我也都沒有辦法受孕 我只有跟你在一起 你看 我還為了你懷孕 你會不會中 這個老闆 這個老闆不夠老這樣 真的喔 他說有一個年輕的女士 也是這樣跟老闆認識 然後一段時間以後 就有一天就跟他說他懷孕了 好 這老闆說 怎麼可能他老早就 就結紮了 這樣 那女生忽然就覺得被拆穿了 就跟他說 哎呀我跟你開玩笑的啦 想看你的反應 因為他如果跟他說懷孕了 搞不好有些人就會說 那拿掉了 他補償他之類的 對 對啊 那女生後來就跟他說 哎我跟你開玩笑的 結果那個老闆說 對啊我也跟你開玩笑 漂亮 哇 你看 你早說嘛 對不對 那律師費都花這麼多了 一句話就把他打臉了 我們主上有個同事的男性長輩 深受這種社戶線問題的困擾 他從沒跟任何人講 直到家族聚會的時候 大家都發現他坐立難安 當事人還是嘴硬喔 說我沒問題 我沒問題 結果有一次聚餐 竟然痛到 沒有辦法坐下來 這時候才緊急就醫 先請教鄧醫師 你們女性啊 如果有什麼婦科的問題 會彼此討論嗎 不見得啊 不見得 不見得 那你們跟我們一樣嘛 驚嘛 就是疾病有那種 聽起來不是很優雅的 就不會很想講 不是很優雅的 我們社務線其實是覺得 也不是很優雅 所以我們也不在想講 我該講蠻多的 我以為女生都會彼此討論 沒有啊 不會 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這個是最簡單的 提肛兩個字而已 提肛 最快 效果最快 怎麼提 就是提肛 有空就站著提肛 你做的很明顯 提肛啊 提肛 坐著也可以提嗎 都可以啊 隨時都提肛 隨時都可以啊 比吃藥還快 站著也可以提 站著提肛更有力量 哦 如果能夠把腳跟伸起來 捏著腳跟更有效 是 你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站起來示範一下 對 其實我目的是 要讓大家看看你的好身材 真的 肚子都不大 這女生也可以做對不對 都可以做 真的最快 提肛最快 是有保養的 所以它比較沒有攝護腺的問題 對不對 等一下來講講 也要吃藥 也要吃藥是嗎 好來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其實啊 老男人的鏡頭 其中有一個還是就是 就是很難搞 越來越難搞 大鏡頭 大鏡頭 你是看過這麼一百人 這真的是大鏡頭 對 好來那個傑銘 你自己有沒有這樣 我其實那個 其實問我這問題的時候 我就問我太太說 我有沒有越來越難搞 或是什麼事情 會一秒鐘會讓 讓我太太生氣之類的 或者我會比較生氣 但我太太是這麼說 我現在脾氣呢 比年輕的時候好 OK 但是有些事情 確實會抓狂 就是會讓我太太抓狂 像這幾天不是那個 就是常常去幫人家助選嗎 那我常會幹一件事情是 明明已經答應A了 然後又答應B 然後我去B的時候 A一直狂打 我還覺得 我就在這裡了 你幹嘛一直打電話給我 然後呢 結果後來就發現到 我的確我對不起那一場 不好意思如果你有看節目 不好意思 你兩場都承諾了 對那其實自己 然後我太太說 那你為什麼不看那個 我覺得你應該是對 對方那個黨派來 不是 不是 是這樣 我後來發現到就是 自己太大頭了 其實對方LINE 都給我訊息很清楚 可是我的下意識 就告訴我說 我後來沒去那一場 是禮拜天 但是我怎麼想都是禮拜天 所以我就把禮拜六 給答應下來了 然後回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懊惱 其實對方自寫的那麼大 禮拜六 十七號幾天 我就是一定把十七號 看十八號 記性不好了 對 然後他又 就在車上一直在說 你這樣子怎麼可以 就大頭陣 然後他又加一句話說 我都跟你講了 你前一天就要去檢查 你為什麼第二天還不檢查 你都是跟我說你有把握 這就是問題 其實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這種事情OK 我再講個故事 其實真的很麻煩 為什麼我剛才對我們翁老師講的特別有感動 我其實我在去年去關島玩 我可能在飛機上喝了很多飲料 然後呢一下的關島之後 一直拼命找廁所 那間隔短到我都覺得 而且你不見得那麼容易找到廁所 你就怎麼會短到這種情況 我是怎麼了 後來就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後來真的受不了 我就憋一次吧 一憋就OK了 所以重點在這邊就是要憋 憋一次 然後你就OK 要不然一直平平到自己都快受不了 不行啦 憋會得到發炎 不是 就憋那一次之後 他間隔就拉過來 那我其實應該這麼說啦 現在要一秒鐘把我惹得不開心 心裡卡卡只要三個字 髒東西 什麼髒東西 髒東西 髒東西 三個字 罵你髒東西 不是 因為前陣子 柯粉不是做了一個袋子嗎 那是我兩年前 我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在討論內湖的交通嘛 然後我們討論是上班的時間嘛 那就有個戲子王先生打電話 就是說你們這些髒東西啊 一路打順暢啊 然後那個 因為他十點多嘛 其實那件事情在當下我沒有感覺 但是後來變放袋 放成那個袋子 而且還貼在上面就是 你是髒東西 有一次我太太這樣講 那個髒東西 他是怎麼說 那個髒東西把它收一收 因為我們家裡有些 有時候有一些髒的地方 因為我們家庭院有時候 地方髒 還有講一句話 那個髒東西把它收一收 我就說什麼髒東西 不然你太太是不好意思指著你 其實她在講你 我知道 我知道 他旁邊真的有演髒東西 那聖美 我先生也是 因為我覺得男人有自己的烏托幫 就是他會活在他的王國裡面 活在國際世界裡 也不是就是說 到了尤其中年之後 他那個規則會非常嚴格 所以我們覺得是一件小事 我有舉例 比如說我們一起出去吃飯 那我先生很在乎乾不乾淨 其實我也覺得他自己 也沒有多愛乾淨 可是你就要遵守他的守則 比方說這個服務生過來 就是倒茶嘛 就倒水 那那一家餐廳服務生 實際上他一邊倒水 他有一邊講話 那他還講話說 我先生覺得他的口水 就已經進入了我的這個裡面了 問題是我坐這邊 我當然沒有看到 他是不是口水噴進來啊 而且對我來說有什麼 就是他倒的水你就在喝嘛 所以當他水拿下來的時候 我先生就開始就是會一直唸 就說那個水不要喝啦 那個水我們自己有帶水 可是我一拿來 我也不知道問問我就喝了 其實中年大叔跟大嬸的差別在於 大嬸現在就是神經大條 我們就是這樣 就沒有年輕的時候那麼細節 拿來不就喝了嘛 牛飲 沒什麼矜持 對 你怎麼知道 對真的是這樣就是大嬸嘛 我就喝 可是大叔變得很有規則 然後那個水一喝完 那整餐飯他就不吃了 啊這樣就不吃了 真的他就不吃了 然後因為小孩也在啊 所以我們就吃完飯之後 他氣噗噗的付完帳 一路就暴走耶 就在那個東區一路暴走 就開始開罵 然後就會怎麼樣 那他也不能罵我嘛 他就罵兒子說 你明明有帶水 為什麼不給他喝 你看他喝掉那個髒水 萬一乾鹽怎麼辦 他一直講講 你會覺得天啊 這發生什麼事 就喝了這一杯水 還有聽說你老公 只要你講他一句話 他就 你懂什麼 真的啊 我如果講你懂什麼 你一定會翻桌對不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男人呢 很有趣 尤其中年之後會像個國中生 剛剛我們還在聊 因為他就會一種 一種矜持 一種害羞 又覺得自己魅力不在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還回去 我們上次去日本 我先生在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網站上買了一個 一個就是可以裝這個 行李箱的一個袋子 這是不是很小的事 那個袋子呢 一拉月一拉就破了 那我就罵他就說 你怎麼會在這種網站上 買這麼糟的東西 然後他就講了一堆說 這個比較便宜是什麼 我就跟他講說 你懂什麼 這種東西便宜 哇不得了了 他那個行李 就摔了 就不理我了 就馬上就上車了 哇怎麼拉都拉不回來 這樣子可以生氣到這樣 年輕的時候是我們暴走 對不對 然後他會來拉我們說 你不要生氣啊 給你一朵花 現在中年大叔是 我才講一句話說 你懂什麼 他給我出去了 一路一路就出去不回來 我就傻在那裡 就變成我要去跟他道歉 然後跟他講說 啊回來啦 快點啦 就把那個行李整理一下 什麼什麼 那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中年大叔的 美感很多 但是他有個好處啦 就是說你不要去點那個火就好 我覺得有些中年大神 會故意 就明明知道髒東西不能講 硬要講髒東西 這是不對的 你是故意的啦 你真的有髒東西 我是不是比較 不是 真的是有髒東西 中年的男人 像我們這樣子 我們大概以前 承襲的一些習慣 會因為中年過了一段時間 就硬了 毛病硬了 就是你只要順著毛摸就好 但是呢 你講練嘛講比較快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是 當我們發完脾氣以後 很快就回來了 中年大叔有一個好處 對 暴走完以後呢 他不會一直求人求這句 一下就過了 我們也沒有地方去啊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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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地方去啊 人走去哪裡 有道理 有道理啊 中年大叔沒有地方去就對了 因為他沒有地方可以躲 因為他沒有地方可以躲 真的真的 你說他隨時要隨時要走回來 有道理耶 所以爆發的快 然後結束的也 因為他沒地方跑 他真的沒地方跑啊 他要靠你啊 欸為什麼老人們會這樣啊 我覺得其實 真的像剛剛講的 很多是以前女人會做的事情 可是 年輕男人以前 坦白講 他專注的事情 比較不在這些小事上 可是慢慢慢慢 他